Hi 大家好我是格爾 今天會和大家一起分析一隻十倍醫療股 開始之前有些優惠帶給大家 最近有不少網絡券商推出了限時開戶優惠 只要用下面的referral link成功開戶入金一萬港幣 就可以得到1200元等值的股票或者交易券 交易券是可以直接用來買股票 而這些股票是可以直接沽出 然後入錢到大家銀行戶口 下面的描述分別是長橋、華盛和Usmart三間的開戶優惠 link 三間開完就可以無風險代到三千多元 按幾個按鈕等於回了幾日工 三間都有政府五十萬的存款保障 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也可以幫大家減少對富途的依賴 事不宜遲我們入正題了 提提大家今天分析的公司概念比較複雜 請大家看完整條片 理解完整間公司先做投資決定 千萬不要看到標題 什麼都不想就直接跟 有問題歡迎大家留言討論 過去幾十年癌症治療主要有三大方向 手術撤除、化療和電療 直到90年代 以色列理工學院生物物理學教授Uran Palti 在退休後繼續思考 如何可以改善癌症治療方法 他在自己十年前的論文裡面找到靈感 發現特定頻率的電腸是可以干擾到癌細胞的分裂 令他們死亡 同時也不會對正常細胞有嚴重的不良影響 於是他在1992年就自資開設了實驗室 向在藥廠做管理層的朋友借了30萬美金 在2000年成立了NovoCure公司 這種用電腸治療癌症的技術 被命名為腫瘤治療電腸 Tumor Treating Field 簡稱TT Fields 實驗結果顯示 TT Fields是可以干擾到實體腫瘤細胞的分裂 作用機制是破壞有絲細胞分裂時起重要作用的仿除絲 圖中藍色的部分是染色體 綠色的部分是仿除絲 仿除絲的作用是在細胞分裂的時候 將染色體一分為二 TT Fields可以干擾到仿除絲 導致腫瘤細胞分裂失敗而死亡 早期的研究顯示 對大多數種類的癌細胞都有抑制和殺滅的作用 另外TT Fields還顯示出抑制DNA損傷修復 誘導癌細胞自小和減少癌細胞遷移的能力 理論上對實體腫瘤具有廣泛的療下 而且對使用者幾乎是沒有重大的副作用 TT Fields配合化療和電療更加會產生協同效應 增強傳統治療的效果 Novokura公司在2015年在納斯大克交易所上市 上市時市值只有18億美元 公司在2020年憑兩件產品已經成功實現盈利 以200億美元的市值成為以色列最大的醫藥公司 2020年的市盈率是500倍以上 2021年虧錢的所以是沒有市盈率 雖然數字上看來估值是高得驚人 但我們由第一原理出發去分析這隻股票 就會發現公司在致癌領域是有巨大的潛力 而分析這間公司的重點 絕對不是由過去的財務數據或市盈率 更加是用不到現有任何的估值模型的 今次我們必須深入地由學術研究的角度去分析這間公司 未來產品成功獲FDA批准上市的機會 以及每種新產品的潛在市場規模 經過深入分析後 隔以認為市場現在正是為Novokura股票錯誤定價 這個是價值投資者獲利的機會 要由第一原理去理解市場為何會為Novokura公司錯誤定價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一下FDA新藥的審批流程和成功率 這一部分會比較沉悶 但請大家盡量看完不要跳過 甚至可以多看幾次 因為理解了FDA審批流程 對大家將來分析所有醫藥股都有極大的幫助 每種FDA批准上市的新藥 平均研發成本是5至20億美元 平均研發周期是10年 一個新的化合物由最初的發現去到完成所有臨床測試 最後成功獲批成為藥物的機會只有5至10% 進行人體實驗之前 藥廠是必須證明那隻化合物對人體是安全的 臨床前研究主要的評估目標是藥物作用機制 藥物的毒性吸收和代謝 完成臨床前研究就會進入第一期的人體實驗 會在健康人士身上進行小規模的實驗 獲得基本的安全性數據 根據FDA個案的審批數據成功率是70% 臨床二期的規模較大 受試者是目標疾病的患者 這個階段會進一步提供藥物的安全性數據和有效性 佔整體臨床實驗成本的60% 而這個階段的成功率只有30% 通常藥物研發去到臨床二期 公司就要由療效和副作用等因素 去決定是繼續投資還是放棄這個藥物 臨床三期測試的規模達到幾百人至幾千人 受試者都是目標疾病的患者 重點會研究藥物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罕見的副作用 會對比新藥和現有藥物的療效和副作用的差異 如果新藥是比現有藥物沒有明顯的優勢 就通過不了這個階段了 這個階段的成功率大約是50% 藥物可以通過三期臨床測試的成功率只有5-10% 不同藥物有不同的成功率 癌症藥物的成功率是最低的只有5% 臨床測試結束之後 藥物就會被批准在美國上市 之後進行更多後續的臨床研究 有不少藥物在上市之後被發現有潛在問題而被下架 所以機構投資者對藥企的風險評估是非常謹慎 而NovoCure公司現在只有兩種產品是獲FDA批准上市 其他多種產品仍然是進行臨床研究 研究進度是遍佈臨床前和臨床一二三期的測試 我們先了解一下NovoCure現有的產品 NovoCure第一件產品Optun在2011年通過FDA認證 是用來治療腦癌的一種GBM Optun由一部小型發電機和4塊電極片組成 患者需要每天貼上電極18-22小時 Optun可以將GBM的5年傳回率由5%提升到13% Optun為GBM患者帶來的壽命延長 證明了TTFILS技術的潛力 而我認為OptunLua的成功是可以投資MVCR的重要訊號 因為第二件產品的成功證明了TTFILS不只是適用於腦癌 腦細胞是人體其中一種分裂速度最慢的細胞 而TTFILS的作用就是干擾癌細胞的分裂 這種療法理論上對分裂速度很慢的腦細胞影響不會很大 只有治療腦癌的數據其實是未能令我很有信心去大手投資這間公司的 直到OptunLua成功上架 證實了TTFILS對其他種類的癌細胞是同樣有效 而且對人體其他分裂速度比腦細胞快的正常細胞是沒有重大的不良影響 再加上OptunLua的貼片是貼在因為呼吸而不停移動的胸肺部位之上 就不像Optun那樣可以固定在頭腦 OptunLua的成功是由側面證明了TTFILS在理論上是可以適用於大部分癌症 這也是隔二有信心大手投資NovoCure公司的一個轉捩點 NovoCure在2020年3月發布的臨床前數據表明 TTFILS跟現在最廣泛使用的標靶藥PD-1療法相結合 可以有導體內的抗癌免疫反應 癌細胞是非常擅長偽裝成正常細胞來逃避免疫系統的追殺的 而這項研究表明TTFILS可以令癌細胞釋放一種叫DAMP的分子 可以幫助免疫細胞找出並殺死癌細胞 另外TTFILS也可以將癌細胞的鈣網蛋白暴露在細胞的表面 鈣網蛋白是一種幫助癌細胞生長的蛋白質 將它暴露在癌細胞的表面可以令免疫系統認出癌細胞 從而促進樹突細胞進行吞噬 放射治療是用輻射去破壞癌細胞的DNA 2017年的研究表明TTFILS增強了GBN患者對放射治療的反應 研究顯示正常細胞是有機制自行修復受輻射破壞的DNA 而癌細胞因為有基因突變 DNA自我修復的能力是有所下降 而TTFILS可以進一步阻止癌細胞修復被放射治療破壞的DNA商鏈結構 從而加強放射治療的效果 目前的研究表明TTFILS對18種不同的實體腫瘤是有治療效果的 而隔以最體重的項目就是代號LUNA的研究項目 LUNA是研究TTFILS對非小細胞肺癌的療效 臨床三期研究將會在2022年完成 肺癌長期佔據大部分國家最常見癌症的頭三位 佔所有癌症新增的13% 非小細胞肺癌是最常見的肺癌形式 佔肺癌的85% 在美國每年就有214000宗新症 5年存活率是24% 非小細胞肺癌的潛在患者數目 是現有產品OPTUN的20倍以上 一旦成功上架將會為公司帶來巨大的長遠收益 2020年7月 麥克藥廠宣布和Novacure合作 研究PD-1化療藥Ketruda 即俗稱K藥 和TTFILS聯合療法 用於治療晚期或轉移性的非小細胞肺癌 通常這麼大公司找小公司合作 都代表小公司擁有的技術是有絕對優勢的 根據現有的臨床數據支持 我認為TTFILS和Kyr的聯合療法 在未來有望成為多種癌症的一線治療 使長潛力無可限量 METAS是另一個受關注的研究項目 研究TTFILS對癌症老轉移的療效 臨床三期研究將會在2023年完成 老轉移是癌症末期患者十分常見的情況 數據顯示 全新的惡性腫瘤患者中 有20%會發生老轉移 美國每年就有17萬宗新症 患者的平均壽命只有6個月 雖然老轉移的病例數目是GBM的10倍以上 但大家必須留意老轉移的病人多數都是末期患者 他們除了腦部之外 身體的其他部位都同樣受到癌細胞的侵襲 只是到腦部進行額外的TTFILS治療 對身體的整體成效未必會非常顯著 所以我對這個項目帶來的收益並不抱太大的期望 Novocura還有很多正在研究中的項目 時間所限我就不在一一詳述了 Novocura擁有18項核心專利 所有專利都跟TTFILS有關 第一項專利在2021年到期 其他專利將會在2031至2034年之間到期 Novocura都不會有任何競爭對手 因為第一個專利只是涵蓋基本的電腸治療方法 但技術的核心是使用正確的頻率 以及結合其他治療方法去治療癌症 不同類型的細胞有不同的大小 用TTFILS干擾特定細胞分裂的最佳頻率 跟那個細胞的大小是有關係的 所以為了有效地干擾癌細胞群中不同體型的癌細胞的分裂 Novocura公司研發出同時使用不同頻率的TTFILS技術 這些專利保護期將會到2031年之後 所以公司在可見的將來都可以享受到獨屎生意 Novocura公司還專門開發了軟件來監控患者的醫從性 從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治療效果 Novocura的治療費用是每月21000美金 這個價格很明顯已經超出了一般大眾的負擔能力 現時Novocura的產品已經在很多國家取得醫學認可和醫保報銷資格 Novocura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國家的醫保和私營的醫療保險 2017年全球第二大醫療保險公司United Health Care正式為Optun成保 令超過1億7千萬的美國人獲得Optun的治療保障 同年日本後新勞動省也同意報銷Optun用於治療新診斷GBM的費用 2019年專為美國65歲以上長者和傷殘人士提供保障的 美國公營醫療保險Medicare也宣布為新診斷的GBM患者提供Optun的報銷 到2020年Novocura已經在大部分歐洲和中東地區獲納入國家醫保的報銷 包括德國、奧地利、以色列、瑞士和瑞典 在鼎醫藥是中國新興的明星藥企 主要業務是在外國買入Best in Class的藥物開發權 在中國進行臨床研究 成功上架之後在國內銷售 看回在鼎醫藥的往績 會發現他們多次成功以低價購入極具潛力的早期藥物開發權 在藥物成功上架之後獲得巨大的回報 早在2018年在鼎醫藥已經在Novocura手上以1500萬美元的訂金 買入Optun在大中華區的銷售權 除了GBM之外 Novocura和在鼎還有進一步的合作 開發Titifilz在中國的應用 包括非小細胞肺癌、疑腺癌等等的研究 另外在鼎醫藥也將會在中國展開Titifilz治療胃癌的第二期研究 在鼎醫藥對Novocura的認可 可以側面地印證到Titifilz的發展潛力 我認為市場是嚴重低估了Titifilz臨床試驗的成功率 Titifilz的機制理論上是通用於所有癌細胞的 而且作用機制比藥物簡單得多 Titifilz是獨佈性的治療 不涉及複雜的代謝機制 它已經被批准是用於兩種不同癌症的治療 而且初步的研究也表明 它對非小細胞肺癌是十分之有效的 這些有力的證據都顯示 Titifilz可以應用於不同癌症的機率是非常之高的 但在公司的季度報告中的問答環節 可以看到大部分分析師的提問 都是側重於公司的季度增長 他們正是用傳統的華爾街思維 由過往的財務數字去理解這間公司 而忽略了Titifilz的巨大潛力 另外他們也錯誤地把FDA藥物審批的低成功率套用在Titifilz之上 我仔細分析過關於Titifilz的研究報告、學術論文和和醫生朋友討論過之後 認為這個作用機制簡單、通用性高的療法 或FDA批准的機會是遠高於過往FDA的通過率的 市場正是為這隻股票錯誤定價 而這就是價值投資者一個絕佳的買入機會 綜合以上角點,隔二總結出未來驅動Novoquia股票上升的主要因素 第一,Novoquia的專利會令它在未來十年 繼續在Titifilz的應用保持壟斷地位 第二,生產品的臨床測試將會在未來幾年陸續完成 由於Titifilz的作用機制簡單 不接及藥物的複雜代謝過程和有效性已經並證明 生產品上架的成功機率將會遠高於FDA過往的平均水平 第三,大多數患者和醫生都尚未認識到Titifilz 作為一種新的治療選擇 代表Titifilz仍然有巨大的增長空間 第四,Titifilz的國家報銷和保險覆蓋率正在增加 第五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Titifilz不是傳統製藥公司的直接競爭對手 它甚至可以提高傳統治療的有效性 而且已經跟大型製藥公司進行合作 以Titifilz來延長患者壽命是可以增加化療藥物的需求 形成NovoCura和傳統藥企一個相贏的局面 今天很多醫護人員都仍然未認識Titifilz 但以相信非小細胞肺癌的產品獲批上市 將會是Titifilz用作癌症標準治療的曲棍球時刻 GBM是一種罕見的疾病 它沒有辦法引起這種新技術的大規模應用 而非小細胞肺癌,佔美國所有癌症的超過一成 將會令Titifilz正式進入公眾的視野 當市場開始意識到Titifilz可以為醫療行業 帶來顛覆性的改變的時候 市場就會為NovoCura做一個全新的估值 這次將會是一次類似2020年Tesla股票的價值發現 投資這類型公司的主要風險 製作於通過FDA的不確定性 早期的研究數據再好 最後都有失敗的可能性 另外也順帶一提 Titifilz可能會對身體有一些 最未發現的長期副作用 但我不太擔心這個問題 因為始終治療癌症是一個迫切的需要 另外市場也可能會出現 比Titifilz更好的新型療法 但我相信就算有新型療法的出現 應該都是可以配合Titifilz一起使用的 估值方面我用了三種不同的方法 為NovoCura進行估值 其中有方法要用到Excel建模 但由於時間所限 我只會在這裡跟大家分享最簡單的估值方法 PD-1抑制劑是治療癌症的通用藥物 我們現在會用使用最廣泛的PD-1抑制劑 Keyer來做一個基準 去預測Titifilz未來的收入 Keyer的價格是1萬美元一個月 在2014年獲FDA批准 去到2020年 它的銷售額已經達到140億美元 而且市場還未完全飽和 銷售額正義每年20-30%的速度增長 默克藥廠在2022年1月的市值是2000億美元 而Keyer佔默克藥廠的三分一收入 我們可以假設Keyer的市值是600億美元 如果Titifilz的收入可以像Keyer那樣 在7年之內達到140億美元 而我絕對相信這樣是有可能發生的 我預計NovoCura去到2028年的市值 將有機會成長到600億美元 對比公司在2022年1月的市值 將會是超過8倍的上漲空間 以下是NovoCura公司在未來公佈研究結果的時間表 大家投資NovoCura 最重要就是留意LUNA非小細胞肺癌的研究結果 作為價值投資者 我是絕對不會因為股價的波動而止蝕買出股票的 我們最重要是留意公司的基本面變化 投資NVCR 我們必須密切留意公司在非小細胞肺癌的研究進度 如果研究失敗 應該立即沽出股票 如果研究成功 我們可以長期持有公司股票5年以上 享受公司的長線增長 分析這間公司牽涉到一定程度的醫療知識 達爾的醫護背景在這個時候就派上用場了 在分析過程中我亦都諮詢過一些醫生朋友的意見 達爾希望值這個機會令大家體會到 投資自己最熟悉領域的好處 大家在選股的時候都可以由自己的專業領域入手 這樣很可能會令你比金融機構的分析員更加有優勢 T.T. Fields是治療癌症的一大突破 如果爾文教授因為這個發明而得到諾貝爾獎 本人是絕對不會感到意外 但即使當前的臨床數據再量例 這個股仍然是不確定性較高的股票 所以格爾是不會將多過20%的資產 投入於這隻股票那裡 這隻是一隻不移all-in的股票 大家請注意 下一條片會和大家一起分析加密貨幣的 知識改變命運 我是格爾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